第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把50%的基金 放在全球的股票型的基金 然后另外50%呢 就是新兴市场基金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组合 因为新兴市场它很恐怖哦 多头一来 一年赚个三成四成 完全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对 没有 我记得 我记得金美美买过新兴市场基金嘛 对不对 有 对 那你大概是半年 还是一年就赚三成多 新兴市场 不是 因为我是持续 你是定期定了 定期不定了 持续做 对 然后获利我就出 然后继续扣款这样子 对 所以像新兴市场基金 它其实多头来的时候 刚刚提到一年赚个三成 甚至绩效好一点的 甚至会到四成以上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新兴市场基金波动比较大 所以我们再配一个 就是另外一半的钱呢 全球基金 对 我放在全球的股票型基金 这样其实你的波动 就会把它降低 所以多头的时候 我要强调是多头 多头的时候 你这个赚8% 按照这样的一个配置 我觉得是极有可能的 多头 简单来说就是未来市场看好 可以加码投资的意思 当市场看好 投资人逢低买进 股票自然会价涨量增 当然也是观众朋友 进场的好时机 那黄金基金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 Q13 Q14 Q15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黄金它每一年就是涨第四季嘛 是 隔年第一季 像前几天 黄金冲得很快啊 对 五天哦 对 五天涨7% 那你可能会说 可是昨天美国发生那个大事黄金 又续工啊 又继续在涨啊 对那可能观众朋友会说 那我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要发生啊 没关系啊 你就定期定额啊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定期定额 对 就定期定额 就是献哥刚刚讲 因为我们是要存退休金嘛 那我们就用定期定额的方式 然后有点耐心 对 可是燕丽姐 你刚刚说多头的时候 现在这个局面算是多头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局面对黄金基金 还有对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还有对再现金基金算是多头 那对于全球股票型基金 我觉得反而不是那么多头的一个态势 对 对 那会我刚刚有感觉到 就是你对于新兴市场有共鸣 我吓到了啊 因为我老婆买新兴市场都被我骂 我不知道她可以赚8% 为什么你要骂她 因为她一买就金融海啸了 她就啪 然后就叫你不要买新兴市场 她是买单笔的吗 还是 她本来是定期定额 可是她金融海啸掉下去之后呢 我就说她就被我骂 骂了之后她就停了 对啊 最烦 满满不扣啊 我就害到她了 她如果继续买的话 她就 她就厉害了 所以你是害她一辈子的人吗 所以你 你今天是每个人账都要滑贵 虽然说停了 可是最近这样回来之后 她说她已经把以前的洞都 对对 所以她最近又开始 又存存欲动 回去买我就不敢讲话了 对啊 所以如果她那时候没有停的话 她其实绩效应该至少是三成以上 第二年就恢复了 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 因为2008年金融海啸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基金 包括大券券基金 刚刚才能把他讲的 包括因为雷曼的事情 他整个信心都崩溃 所以跌得很快 那2009年你知道 光是比较像俄罗斯来讲 他一年 对 140% 一年喔 涨1.4倍 那平均信心是讲最烂最烂的 一年喔 好厉害喔 所以其实 你这个节目出来太晚了嘛 你没有讲就好了啊 没有 还来得及 那我们讲的是金砖四国呢 金砖四国其实现在 大家已经担心了 金砖四国它的一个 金砖的那个颜色 已经开始在褪色了 所以金砖四国包括俄罗斯 包括中国 包括印度 包括像巴西 但是现在来讲 除了俄罗斯好像还可以以外 其他三个国家会担心 但是还好 因为中国现在在相对低档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买基金的 你可以把你基金的10%到20% 放在大中华基金里面 那中国占一半 那其他在新兴市场 这个部分是很安全的 是 我还有一个中小型股票 对 这个很重要 你讲的是台湾吗 对台湾 其实台湾有一些中小型股票 就是真的是 他一拉 你真的就是碰碰碰碰碰 就往上走 那个真的很恐怖 对 近期的一个代表作是什么 近期像这个郑威 郑威他就是因为这个iPhone5上市 对不对 那郑威因为他这个连接器用的比较多 然后再加上呢 郑威他其实是这个Apple产品的一个代理商 通路商 对 所以他其实题材跟概念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说大家就是在郑威 业绩最差的时候 你去做一个底部的一个布局 对 那这个相关的题材逐渐反映出来之后 就会发现哦 他7月底到9月中也不过短短一个半月 他股价涨了35% 非常的夸张 一个半月35% 对因为就是说你题材好嘛 然后业绩就是从谷底翻牙 那有一些就是业内人士先进去卡位 然后投信再跟着买 逐利大户跟着买 当然散户我们不要最后一个再买 因为那真的会来不及 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郑威的一个现行图 那像这样中小型股票 因为郑威的股本大概是50亿 它也不够小 但它是中型的一个股票 那这样股票其实它也是会 股性比较活泼啦 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说 我们还是要做一点功课 然后你自己也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有关那个什么最新 最夯的什么生化啦 光电啦这些东西 试试的买了 人吧 生化可以 对 生化可以 生化因为 第一个老龄化嘛 第二个人有钱以后 就 所以生化未来在台湾 以及在两岸之间 它会是一个明星产业 所以生化的基金最近很夯 那所谓的中小型 那中小型 中型 小型差在哪里 股本 股本一般来讲 三十亿以下的叫小型股 三十亿以上的是中型股 一百亿以上的 就我们刚刚讲的全子股 大型股 那但是中小型股 它的波动也会比较大 波动也会比较大 尤玲 你有买过股票吗 我先嫌买过 然后其实我是小赚一点 我就出场了 因为后来我听到 我朋友的爸爸妈妈 就是我们模特儿朋友的爸爸妈妈 他爸爸妈妈也有正职 然后加上女儿 就是帮他们存的钱 那刚开始 他们是晚一点点 可是后来越晚越大 就变成爸爸妈妈自己存的钱 还有女儿存的钱 全部都赔进去 对 然后我听到一支误 我就觉得好可怕 如果是连他爸爸妈妈 这么有经验的人 都赔光了 那我这么没有经验的人 我是不是就不要玩 所以我之后我就都没有玩 我自己有一个惩通经验的 真的啊 七十七八年的时候 股市最夯的时候 是 那我们因为老板在做股票 所以每次每天早上 都有人来这个 交歌 交歌的 来进来 所以他就跟我 有事我们就问他 看老板每个礼品 没有消息息的 对 那一算请我们吃什么鲍鱼吃 以前很流行鲍鱼吃 对对对 一人在请我们吃 结果我们问他 你哪里哪个试试看 他说可以讲名字吗 可以 七十七年 冬年画工 对 当时我记得 二十一万买 是 两百一啊 这是高档 买来就开始跌 一直跌 哇 爸真的很敢买 那是七十几年 两百一 两百一 那时候两百一算便宜的 然后我跟我太太 我打电话给我太太说 内线消息 可以买可以买 所以我太太说 那这样好 个人出一半 分山风险 我太太出一半 我出一半 就没想到 一直跌 现在大概不要多少成 我都没有看了 现在都没看了 我都没看了 现在三四十块 这经验 所以不能够道听图书 是 一定要自己判断 不能听得错 而且认霸这一套 套了快三十年了 对 而且很可能 七八年到现在 很可能一辈子 都没办法解套 那我们是不是趁早 把手给断了 还可以拿回几根手指头 没有错 所以刚刚其实 在中小型的一个股票 你如果真的要8%的话 第一个你要有 对 第二个你要 每一季都要去审视 就看他的财报 如果他一季衰退的话 你又马上要跳船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能对一般的 我们的上班主来讲 可能会比较 比较麻烦一下 可能会比较困难 那有没有一些风险 可以规定的 对 其实中小型股票 就像憲哥刚刚讲 会遇到这样类似的一个问题 所以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 我建议大家 其实可以买 中小型的股票型的基金 对 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 就是其实 00100 对 就是中小型的ETF 或者是中小型的 一般的股票型基金 那一般的股票型基金 就是经纪人 他其实已经帮你 你这个选好了标的 你自己就没有一个 选股的一个烦恼 那其实你用定期订有的方式 因为台湾有一两档 就是还蛮旗舰型 意思就是说 他得过很多奖的 这样的一个中小型的基金 他平均这样绩效 我看起来 这个6% 7% 8% 也是蛮有这样的一个几率的 对 好 那最后我们来听听 憲哥有话跟你说 好 那台湾有三宝 老宝健宝 199吃到饱 听说现在老宝不饱 健宝会倒 那199吃不饱 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为你筹谋 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在未来三十年里面 你利用每个月定期定偶的方式 你可以找到4% 可以找到6% 可以找到8% 过率的投资标的 你只要持之以恒 三十年以后 你下半辈子的退休生活 就会非常的安逸 像人霸一样 每天运动 然后每年出国 然后生活就非常的快乐 所以其实这个 老宝退休金 跟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算是息息相关的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希望看完今天的节目之后 大家都知道要怎么领 这个老宝退休金 对 而且其实大家不要太恐慌 应该还是都领得到 不过呢 要想赚6% 8% 甚至12%的话呢 憲哥出新书咯 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翻翻 憲哥的新书非常有趣 今天也谢谢所有在场 来拍一遍 谢谢 感恩 谢谢 大家好